好,那麼這一組是做研究所考試 落學人的請請教授 首先要先講一下我們的目的 我們要講一下,這個東西是要解決問題的 我們這一組學人都是大識學生 接下來很快要面臨研究所考試 研究所考試區的個校是獨立招生的 各校獨立招生,結果問題是 誒我自己學校這個檢章什麼時候要出來 那是各自自己決定的事情 可是呢考生不會只考一間學校 所以如果只考一間的話 那萬一以上就沒有學校唸嗎 那普通一點的學生可能會考五間 那有保險一點可能要考十間 那如果你是背上不渴的話 你可能要考十五間 那你要考十五間的話 你會有問題就是 你就要去開這十五個學校的首頁 找十五次這些學校的公告 找十五次這些學校的檢章 那可能今天只有五間學校出來 所以明天你還要再上來 再找十間學校的檢章 那對於研究所的考生 考試的學生而言 這時間是非常寶貴 而且重要 那其實像我們志工系 這樣的錄取人數 可能是別的系的 兩倍甚至三倍 可是錄取率依然只有在三趴到五趴之間 那所以這樣的話 對於時間浪費 實在是一種最無可設的一種浪費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能夠同時顯示 說選擇學校的檢章連結 那同時能夠主動同時考生 檢章訊息有出來 那我們實作方式 我們使用 先講一下我們使用技術的呼吸 主要是利用L-clips 來做那個 RS-SPEG的一種 利用它Field 奧克的手法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東西 是外部呼吸 它是一個叫Pony pitch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我們去收集了各個學校的公告 它的公告連結 那可是這個東西不能夠直接塞進L-clips 那我們要先把它變成R-SPEG 那這個東西就是把這些公告變成R-SPEG 那把它變成R-SPEG之後塞進L-clips 那它就可以去 我們就可以校官員去把它塞出來 說有簡章的連結就把它塞出來 那之後 那它這樣出來之後變成R-SPEG 那 可是我們現在面對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為各間學校 他們都是自己在自己的公告的 裡面發表自己的簡章訊息 所以他們不會在自己的那個 公告上寫上說 這是哪一間學校的訊息 因為它出來的訊息都是 98年度 考試 緊張下班 這樣 所以我們必須在 它非常出來之後 我們在自己的網頁上 用JavaScript 然後利用Regular expression方式 去塞說 這個Link 它的連結來源是哪裡 然後這樣再把它呈現出來 才能夠呈現出說 這個連結到底是哪一間學校 這樣 那另外我們這個 這個網頁上還有就是 會寄E-mail 你可以填寫E-mail 然後送出之後 我們會6個小時之後 如果 如果 如果他有更新 6個小時一到 那我們就會 發一封E-mail 去控制你說 這間學校的簡章 他的訊息 有時候我們才生 那這樣也可以避免說 你每天都要上來 開這個網頁 你只要看你下一個 E-mail 我用有沒有網站 寄給你訊息 那另外就是 在查那個簡章訊息的時候 我們右邊有 MASHUP另外一個 倒數計時的服務器 那 主要是說 網路世界 發發率率 誘惑很多 那你如果開個網 你可能 來我們這個東西 開一下這個網頁 你可能 另外一個專頁開個什麼 其他有的沒有東西 那你可能最後就 還是花一段時間 在網路上 那 我們那倒數計時的網頁 你一看到那個 倒數計時 你就會有所警惕說 啊 時間深一點點 時間 時間緊迫這樣 那不要再浪費時間 這樣 那 那我們 遭遇到困難就是 各校格式不一 就是他的 原本以為啊 就是 我們只要去收集他們的公告 然後把它做成 還是病的弄出來就好 結果後來發現 每天學校的公告 可是都不一樣 那最後變成是要去研究他們的那個 格式 那另外就是沒有校民的問題 一開始也是以為說 直接廢去出來 然後就 顯示出來就好 然後最後變成是要寫 用那種類似草表 一種草表概念 這樣 去顯示說 這是來源是海間的學校 那 那 時間不夠其實也是 那個 因為學校蠻多的 所以我們之後就沒有把 很多很多學校都弄出來 那現在做demo 那我現在demo一下 我們做什麼 就跟剛剛同學講的一樣 紅綠世界 紅綠世界 所以我們故意做在那邊簡陋 並給他們 有點在外面 很好 然後 另外現在做很多學校 但是應該 合適不同的關係 我們要 一個人去找 我們現在這邊以 七個學校做 然後我們現在選個 台大 中山 中正這樣子 然後做查學 然後這時候就會去 搖壞外面 抓資料出來 然後 顯示給 使用者看 對 剛剛選台大 那這邊就顯示台大有關於 招生或是 碩士 考試之類的 訊息出來 我旁邊 就有那個 剛剛講的道徒歷史 希望考 考生看到之後能 經濟自己 然後 每個學校的經濟系都有 也做一個 方便功能 可以讓 縮展下來 然後 像 中正大學啊 目前沒有消息 那我們就可以 利用那個 下面 E-mail接信功能 我們選擇中正 然後把E-mail找到去 然後 成功之後 他可以 顯示說 在警將這邊出來之後 就進行控制 然後我們現在就開一下那個email 看一下他有沒有寄東西過來 不是剛寄的 是昨天就寄的 因為每隔六小時他會寄東西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能寄過來 而且剛看到也是沒有東西 所以他不會寄東西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來一下 標準的 中文字幕後每個字幕後 選舉辦公交文公園 選舉辦公交文 Selby 選舉辦公交文 選舉辦公交文 我的信仰探証 這是我昨天選擇的幾間學校 發現顯示說已經檢章已經有消息了 這邊會有附連結 可以連到我們剛剛的搜尋區 可以做搜尋工作 接下來就有另外一同學委員會來解釋說 這些叫什麼像那個江景公告傳承RSSD 基本上江公告傳承RSSD的這個功能不是說必要 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講 那個統一的